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中国特色的山水动画 到与国际接轨的三维立体动画 从计划经济到商业运作 中国动画的前行之路上 除了技术的创新 观念的改变 更需要的还有什么 三合上那种简洁的笔锋 我觉得太是中国话的 那种写意的感觉 而寥寥数笔 就把那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勾搁的特别美 发展重大 鼎盛 彷徨 迷茫 蹉跎难行 曾经与美国迪士尼 日本动漫分平抗力的中国动画 将何去何从 新时代物语 记忆里的童话王国 新视野 新观察 新思辨 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时代物语 我是浩童 动画是我们每一个人 童年最纯真最美好的回忆 上期节目呢 我们回顾了童年的动画片 在动画虚幻的影像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 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 爱情 荣誉 怜悯 自豪 同情和奉献精神 根骨长存的主题是不会变的 但是动画制作早已经更加多元化 在题材 人才和技术都辈出的现在 华纳 梦工厂 以及老牌的迪士尼 日本动画和还在崛起的中国动漫产业 这些都将为我们这些热爱动画的人们 带来更多的愉悦和思考 那么为什么中国动漫会落入低谷 作为动漫大国 美国和日本的动漫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水墨动画 是世界动画界的珍宝 小蝌蚪找妈妈就是代表作之一 去采与齐白石的鱼虾形象 奠定了影片的美术水准 影片的开头从一幅幽静的河塘小景渐渐退入 无情和琵琶乐生悠扬 共同勾画出优美抒情的水墨世界 池塘里的小蝌蚪慢慢蠕动起来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什么样子 于是开始寻找妈妈 经过勿认鸡鱼 螃蟹 小乌龟 鲜鱼为自己的妈妈的一个又一个波折 小蝌蚪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这部影片打破了动画片单线平图的模式 没有边缘线 已经优美 气韵生动 曾获得多个国际殊荣 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优秀的水墨画 在《小蝌蚪找妈妈问世》的三年后 孟迪出师了 如果说前作是对水墨动画的尝试 那么孟迪就是一次升华 有山有水 有云有花 有鸟有人 整部作品无疑就是中国水墨画的大集合 和小蝌蚪找妈妈的小鱼 小草 小动物完全不同 同样获得多个奖项的目的 展现的是美妙的中国风光 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中国水墨山水画 讲求的是意境 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绘画都不具备的特征 而意境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艺术家个人的修养和品德 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 为弘扬祖国伟大文化的画家和电影工作者们 水墨动画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中国的动画片才能在世界动画电影史上 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席位 当然 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 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 传统的水墨动画技术 想要表达更多更精彩的中国意境 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 对于如何才能掌握大众口味方面 迪斯尼的确是走在中国前面 1991年至今 虽然迪斯尼公司依然饱到为老 年一年都有佳作问世 但是后来之上的华纳公司和梦工厂 都在以自己的动画片 对迪斯尼进行着气势汹汹的挑战 当迪斯尼清新美丽的动画片 再也无法控制整个美国的动画事业的时候 正是观众们对于新的主题 最为迫切的需要的时候 事实上迪斯尼后期的动画制作 也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 阿拉丁 木兰中借用异国传说 而在亚特兰提斯珍宝星球 拓展未知世界 而1993年到现在 在画迹 制作手法 构思设计方面 都日趋成熟的日本动画 开始追求风格上的创新 试图突破原有的模式 以完善的技巧加上超越时空的构思 带给观众全新的感官冲击 电影《工科机动队》 完全摒弃了工期动画 明快轻松的风格 显得阴郁而压抑 冷酷而带有对命运的困惑 与人类虽身处高科技社会 却无法摆脱对未来的彷徨的心态相呼应 1995年上映后 一位精美的绘画和诡异的情节 在日本和欧美各国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电影为我们展现了超乎想象的绚烂画面 丰富立体的画面层次和完美的动静结合 加上精心设计的人物形象和手绘 CG和平面动画的紧密结合 出色地发挥了动画片的优势和力量 在日本动画片中可谓登峰造极 可是此时的中国动画创作 却进入了迷茫期 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这个中国动画的造梦工厂为例 这个曾经出品了一大批 让孩子们着迷的动画片的基地 此时的创作却逐渐陷入了低谷 90年来中期 国家政策上有些改变 就是不再投资 不再报销 而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你自己找钱 你自己卖偏的 特别是什么呢 碰到了走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 在大潮里面 我们没有能够太多的一些思考或者准备吧 经货强小以后 到99年就13年了 没长期13年没有一部大作了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 这不仅仅是中国动画的迷茫 更是那个时代大背景的人们的彷徨 其实早在1982年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就有过一次走向市场化的机会 准备合作的另一方是赫赫有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 他们就拿了一个剧本 这个剧本一看就没法看懂 所以当时就跟BBC提出来 我们愿意合作 但是剧本我们要重新写 当时这部取材于古典神话小说 创作人员仅然有序地工作了一年 但是英国投资方却没了回应 我们还不了解国际市场运作的情况 很少说一上来就把钱打给你的 它是拿到你这个东西到市场上去 我们估计它市场测试下来以后 反应不强烈 反应不强烈干脆它后来就实际上是撤 撤来又不明说 就是不打钱来 一个看似很好的进入市场化运作的机会 却因为资金问题即将搁置 导演王树成和他的团队 不甘心就此停下脚步 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创作 最终走上了大阴幕 天书奇谈 讲述了天宫秘书阁指示人员员工 为将天书传给人间 想诞生传授法术造福渔民的故事 情节曲者充满悬念 在幽默与夸张中传达了 诚恶扬善 善恶有报的主题 一是画面也特别有意思 另外呢 是欲教欲乐 不是单纯的搞笑 而且你看完这画片以后 你能误出一点什么道理 可是天书奇谈之后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一直缺乏市场化操作 这导致动画创作出现发展缓慢趋势 而与之相对的是改革开放之后 国外大量商业动画被引入中国 例如米老鼠与唐老鸭 铁碧牙童木 变形金刚 聪明的依修 蓝精灵 灌篮高手 龙珠 圣斗士 中华小当家等 国外动画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 有趣的故事情节 精良的制作技术 迅速吸引了中国孩子们的眼球 从而对中国的动画产业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2018年初期的动画电影《风宇宙》上映 标志着中国动画 实现了全流程的原创能力 动画中国迎来了复兴之路 我在那边放了片段 给很多当地的美国人在看 看到大部分都嘴嘴撑起 那我又有荣烟 所谓的电影 所谓的荧幕 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动画 从中国特色的山水动画 到与国际接轨的三维立体动画 从计划经济到商业运作 中国动画的前行之路上 除了技术的创新 观念的改变 更需要的还有什么 三合上那种简洁的笔风 觉得太是中国话的那种写意的感觉了 而寥寥数笔就把那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 勾搁得特别美啊 在当时中国动画只有政府投资 然后由电视台采购 这直接导致没有更多的资金注入动画行业 很长时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几乎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动画 迟滞的制作周期 技术上的掉队 人才的流失 产量的低迷 这一系列的问题分支探来 直接导致中国动画 难以和产业化制作的国外动画相抗衡 更恶劣的是在国人最引以为豪的 在中国动画中有着核心地位的文化传承 被逐渐抛弃 动画片相当长时间里 在国人意识里扮演着低龄 幼稚 无趣的形象 在这一贯认识之下 中国动画进一步走向没落 但值得庆幸的是 在短暂的低迷之后 中国动画又开始复兴起来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中国动画片的现状慢慢发生改变 生产不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定制模式 动画制作单位在增加 从业人员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 动画片的制作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小小老鼠不透明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鱼 然后呢有一天呢 我女儿看了一个15秒的一个动画广告 当时我知道这广告15秒就没了 然后我就开始给她找别的 她就给我哭了 这件事给周凤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粗巧的是时隔一年 周凤英被调到美术原创世作主人 当终于有机会为孩子们做动画片的时候 她首先将目光聚焦到了喜游记上 时隔四人新年起经这个九九这个八十一难都是什么 四股中这七十二遍都是什么 所以我想通过在根据原作的基础上 进行稍微加一些情节上的一些改编 对我们中国的小孩子来讲 我觉得还是如机是可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电视剧版喜游记 曾获得了超高人气 为了让小朋友也能轻松地看懂里面的故事 导演组做了不少前期调研 就连角色造型也参考了观众的意见 当时呢我们不想局限于某一些我们视觉当中的专家 我就登了一条增稿 就是让所有人对COG的师徒四人进行这个创作 来了很多的信件 各种样式的造型 确实都很丰富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陈部完成的手绘画稿就堆满了一个地下仓库 经过六年的艰辛创作 绘制了近一百万张动画稿 两万张背景 设计了五百多个人物造型 整个西游记这样画像的 兵具的指头 现有留下的正式稿件 假如铺到天安门广场的话 大概要铺几个天安门广场 1999年动画片《西游记》终于与电视观众见面 全片52集 每集时长22分钟 全长1114分钟 2000年10月 在十一五计划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 2004年 国家开始对于文化创意产业 实施一系列扶持政策 从此 中国动漫人的创意梦想 插上了产业这双翅膀 中国的动漫事业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参加一个电视展的话 几千家制作公司 只有两家在做原创动画片 当然2000年之后 特别2010年国家开始扶持政策出来之后 就看看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一些 就是动画作原创作品出来了 2005年 动画连续剧《喜羊羊与灰太狼》 以简单的角色关系 鲜明的性格特征 和幽默搞笑的剧情 赢得了众多儿童 甚至是成年观众的喜爱 《喜羊羊》和灰太狼 携手走过了很多90后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 当初确定创作这个主题的时候 却仅用了几分钟 几分钟 坐在一起 然后差不多15分钟 我们就定了一个主题 就是《狼羊羊》的故事 《狼羊羊》的故事一拿出来 大家就知道 这是一个正反的关系 喜羊羊 懒羊羊 废羊羊 这些狼狼上口的名字 很快就被人们记住了 可光有个好名字还远远不够 他们的形象也要让人喜欢 每个童话都设计一套形象 就这么多形象里面选择了一套 在这一套的基础上面改 可能我改会 他能改的比较多 以前还没有帽子 没有围巾 没有脸上的喇叭 眼睛也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种眼睛往下的 这种还挺可爱的 还挺好看的 所以正面人物 不要画成这样子 反正我们可以恶搞一下 就把恶搞成我的脸 从五级的黑毛警长 十三级的葫芦兄弟 到五十二级的西游记 再到上千级的喜羊羊与灰太郎 中国原创系列动画片 不仅在数量上连番增长 也将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 大步跨越 他们是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记忆 也是中国动画历史上 浓墨重彩的印记 而与此同时 为了调整国产动画的创作思路 满足少年儿童的精神需求 上海煤营厂投石问路 开始了新的尝试 既然做一个尝试 那么我们想呢 还是要以一个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当然高标准什么呢 就是国际接轨 宝莲灯采用了 与国际接轨的制作方式 对每一道工序都细化分工 从加入孙悟空等新角色的剧本 到口语化的对白 从用电脑特企制作的人物造型 到根据先期配音 创作原画的工作方式 各个环节都参考或使用了 国外先进的制作理念和技术手段 就像我们这次用了 那个立体声 数码立体的录音 行内就叫DTS 总教师 过程多一辈子 充足了坚持 就感觉我们要学习一下 美国或者西方的制作模式 就是音乐和歌曲分开 对白请了13位 想以江文为首的那些 那些大外来配音 唱歌呢 也请李文 张兴泽 还有刘焕 替他们 替他们来唱 我不愿去在梦里见到你 因为爱着你 我不会再哭泣 宝灵灯 我认为在中国 在美艺厂的厂史上 或者在中国动画史上 我认为他最值得输的 就是他对市场开发 和市场拓宽的一个价值 经过四年打造 作为新中国成立 五十周年的县礼片 1999年8月 电影《宝莲灯》 与观众见面了 影片上映后 在市场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国的票房是2400万 当时五块钱 十块钱的一张票 是这样的 就是票价很低很低的 这个票房呢 是当年1999年的 全年度的所有电影 包括布什片一起 第二名 第一名是什么呢 冯小刚的《不见不散》 票房第一 票房第二就是《宝莲灯》 它是一个 城上起下的这么一个作品 不能算是质量特别高 但是在那个时代 已经很不容易 中国动画电影的 商业化市场运作 始于宝莲灯 因为有宝莲灯 后面才会有喜羊羊 他们这样的团队的 一个运作的模式 所以《宝莲灯》在中国动画史上 它的艺术和市场开发的结合 它是 它是应该说 它是开山鼻祖式的 《宝莲灯》的成功是 上个世纪90年代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新起点 开启了中国动画市场化的先河 对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 有着深远的影响 时代会孕育作品的内涵 作品会反映时代的风貌 一部经典的动画作品 在历史中如果能够留下印记 那一定是因为它背后 所蕴含的历史和精神价值 可是尽管有着宝莲灯的一炮而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此时中国动画虽然在发展 但是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 而且接受了迪士尼和日本动画的冲击 观众群的心态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是对于动画片故事的探索 还是对技术的要求 动画就不得不顺应这个历史潮流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动画表现方式 电脑动画 2001年 梦工厂的电影《史瑞克》 以其33天的影期 就创造了2亿美元的票房 从而成为卡通片历史上 北美票房排行榜 即狮子王 玩具总动员2 阿拉丁之后的第4名 在电脑动画诞生之时 人们很难想象 时至今日 这个领域的发展有如此深夙 三维动画 俨然成为了未来动画发展的主流 凭借怪物公司和海底总动员 迪斯尼开始了在题材和风格上的转变 这个转变无疑是成功的 而这样的转变 也影响了中国的动画产业 从水墨画动画 墨偶动画 再到传统的手工绘制 二维的电脑技术 新一代动画人则充分借助高薪科技的力量 用三维数字影像技术 将曾经无法想象的动画效果 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 2011年7月 我国第一部全3D动画电影《兔霞传奇》 在暑期档上映 该片投资高达1.2亿元 是迄今为止 国内投资额最高的全3D动画片 销售到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美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非常非常看重 那我作为一个从业人员的话 为什么我不去尊重我们的市场 为什么我们不去占领我们 本该属于我们的市场 2012年出席 中国首部全三维动作喜剧动画片 雄出没热闹登场 凭借夸张幽默的情节和保护环境 保卫家园的主题 热播至今 引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它本身这个价值观念的树立 就是说它不纯粹是一个 类似猫和老鼠这样的 一个大大猫猫的东西 它里面还存在一个主题 就是说对生态 对大自然的一种恍惚 2011年夏天 国产动画电影开始扎堆上映 魁拔 兔虾传奇 塞尔号和藏傲多吉四弹联法 热血 科幻 温情 各有各的卖点 到了2013年暑期 仅时隔两年 动画电影的数量却翻了几倍 终极大冒险 昆帕 盒子总动员等 动画生理均全线加盟 著名音乐人周华健 在为动画片寻找英文演唱者时 有着这样的经历 我在那边放了片段 给很多当地的美国人的看 看到大部分都嘖嘖称奇 那我又有容颜 我好像 我感觉好像 我也是这部戏的一份子 没有错 我做音乐而已 可是我感觉上每一个画面 好像跟我都有关的 那一秒钟那种骄傲 我真的无法形容的 而近几年 大神归来 雄之谷 小门神 魁宝 国产动画家片频出 很多作品艺术水准和特效制作 日争国际动漫大片水平 动漫的自制神话主题 不是圣人归来 这些电影也许比不上迪斯尼 和蒙古厂出品的 寻蒙环游记 凤凰动物城 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 还并不完美 但它们足以成为 国产动画电影的亮点 能让观众看到了 中国动漫人 对待动漫的用心 和对原作的尊重 从最初将镜头对准 普通的劳动人民 到改革开放之后 接受海外文化潮流 再到针对市场的喜好和变化 开始重新做出自己的风格 中国动画在过去的六十多年的 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是处于一种 兼收并蓄的过程 但是唯一不变的 就是在不同的年代 动画始终作为一种独特 且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形式 默默记录着 中国社会文化潮流的发展变迁 若干年之后 当我们再回头观看 这些经典动画作品时 其人物形象的设计变化 俨然就是一部 中国文化潮流的变迁史 而这也正是 动画作为一种视听艺术 最重要的文化价值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新时代物语 我是昊彤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